字幕提供 好了,繼續回來我們新人透視的 今天,紫健也不在這節 在這裡做聖誕奴人,聖誕節 在我身邊有兩位兆基創意書院的同學 這位是阿朗,這位是呂徒 真的很開心,跟我們見解 剛剛上一節,如果大家看回 說呂徒就說了 為什麼這個學校會提供這麼好的環境 可以幫他們去了解這個社會 又這麼有社會意識 今次到阿朗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家學校會這麼正的呢 以前在舊學校都有聽過這些政治議題 但自己又不是很會去理會 問學校或者問家裡 又不會透露得太多 又不會說太多給我聽 來到這裡之後 其實前年,因為我前年進來讀的 然後前年六四就聽過一下 都是沒有怎樣認識 然後去年的六四就開始會自己想想 那時候發生一些事 或者自己主動找一些老師去談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了解多些 或者自己有什麼感覺 對 OK 那麼 你們的學校如果是這麼有社會和政治意識 正如我上一節都講過 香港普遍學校都不是搞這些 講考試啊,講讀書啊,講叫你信教啊 那些什麼 你這麼有社會和政治意識 會不會香港政府不是那麼喜歡你的學校呢 有沒有感覺到,聞到一股脆啊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個人覺得是 但是 為什麼會這樣想 就是 其實他們沒有做些什麼 令到我這樣想 就是政府沒有做些什麼 只是覺得 咦,我們好像太過一般學校 然後什麼都說創意啊 要夾身啊 然後就會覺得 好像學校管 不是,政府管不到我們學校 嗯 是啊,政府很矛盾啊 如果這樣 他一方面想講創意啊 創新啊 那些什麼 但是呢 當你們這麼創意創新的時候 必然是會涉及一些 譬如政治和社會的議題 因為那個都是一種 一種新的一個向導和思維模式 那時候他有一種矛盾 會不會覺得是這樣呢 其實都有的 因為 政府 經常都叫人要關心社會啊 關心社會人和事那些什麼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 如果我們站出來關心的話 他又會好像 不知道 即是很極力 很極力壓制一些消息 我自己個人覺得 是啊,那 你猜他叫你關心社會人和事那些 是什麼事和什麼人的 到底是關心什麼呢 即是支持唐英年去拿博士 我們很關心唐英年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就是叫你們 真的很廢解 好,我們講回蔡元村為反高鐵 你們這件事上高 透過一些藝術來表達你們對於反高鐵和蔡元村的關注 其實你對於蔡元村為反高鐵 你們兩位自己是有什麼想法的 對於這件事 除了你出來遊行 你弄了一些藝術出來表達自己的心思之外 你怎樣去了解這件事 整件事的圖畫給你 在心裏面有什麼感覺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我也是在六四的時候才開始關心這些事情 即是政治的事情 然後 之後 其實可以說之後 最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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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蔡元村這件事 然後 怎樣去 即是有什麼感受 就是 我第一次去認真地留意 香港政府是多麼不行 怎樣不行 就是 他們很多東西 透明度都很低 完全不清楚 他們 其實那次在立法會外面聽他們談話 我們聽到 即是公務小組撥款那次 是的 我就是 我第一次去感受到 真是勁廢他們 談那些事情 怎樣 多說一些我們TV的網友 聽聽到 他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 怎樣勁廢 問完一些事情 接著之後 那些回應 又好像不是很 兜走了 是的 就是 我最記得是 最後撥款那次 即是第二天 下午開會那次 就是 就是問一些事情 接著就不斷說 誰問啊 即是質詢的人 對 質詢的人問 之後呢 鄭月娥就說 遲些交換報告給你 那些 然後 就是 他當然沒有說囂張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 其實不知道的 遲些再告訴你 然後 然後就很突然之間 就說 開始投票了 然後 那一刻是很奇怪的 然後 這樣就 六百多億 就撥了出來 是不是 有點過分呢 即是我當場 是聽 即是我沒有進去 但是我聽直播 我都覺得 很不行 他完全是 完全是 完全不想著 怎麼說呢 即是 他 好像沒有想著 向我們市民解釋清楚這件事 就這樣 六百多億 算了 通過了 即是好像隨便 胡混混 那樣 即是覺得這件事 好像很兒戲 很好的 呂徒同學的感覺 阿朗 我 我自己就覺得 一來 趕回蔡元村那裏 就覺得 政府很強行來 即是 他明明有些更好的方案 遞了給他說 用錦上路的站來做總站 可以省三百億 但他偏偏要建在西九 即偏偏要拆了蔡元村做 不知什麼 車廠 對 然後 拉上專用通道過去西九 然後就覺得 完全 建在西九 完全是 為了發展那些地產項目 即是炒漏那些 好 好 好不行 好 好騙騙騙 當中涉及了很多 在整件事裡面 是不是覺得 即是 政府又不聽我們市民說話 有這些年輕人的聲音 有沒有人可以說出來 這樣 有沒有那個感覺 說到出來 其實是說到的 但政府也不會怎麼理 嗯 嗯 雖然政府不理 你們會不會繼續 透過藝術來表達自己 對政府的看法 對於這些事事的看法 還是覺得 政府也不理 我們說也沒用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想 說也沒用 會不會是這樣 是哪一種呢 你們 我不會 因為我跟我家人談的話 他們都是 這樣 你走出來也沒用 他們都不聽 你這麼少數人 然後我跟他們說 其實 一點也不少數 我覺得我們 其實已經是 很努力地發聲 但是 那個問題是 傳媒又不是怎樣報 然後就令到香港很少人清楚這件事 所以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們這班是少數的人 就說 走出來也沒用 政府不會聽 你看那幾十幾百個人 這樣就沒用 但是 我就覺得 如果連我們這班人都不存在的話 這樣就真的沒用 嗯 阿朗呢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家人也是這樣的 但是 他不會這樣跟我說 他會說你就去吧 但是 有些什麼 有自己負責 那些什麼 好像會死人 不是 因為 他們都明白 有時候會有些什麼激進行為 有機會被人抓 他就 跟我說 做每件事之前想清楚 或者 不要那麼衝動 但是 因為 平時 那個模式 一向都不是衝動派那些 是 真的希望 表態 令到多些人 清楚 我們 想說些什麼 或者 影響更多人 可以 想多些關於社會議題的事情 主要是這樣 你剛才說被人抓 你們都被人抓過 沒有沒有 這個就沒有 有沒有同學被人抓過 在 反高鐵這件事上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被人抓過 OK 你有沒有試過 留守在立法會 或者政府總部 見到有些警察 是被抓的人 有沒有看到 我有個朋友 就差一點 我又不知道 那次 如果真的發生了 會是怎樣 因為我先說一下 那次 就是 大家應該有看新聞都看到 留守政府總部 那次 是有人 拉走鐵馬 是想被傳媒進去 近一點 拍 但是那些傳媒 就 仍然站在那裡 然後 我朋友 回來 我們當中 留守那些人 那時候 就被那個警察 撐下了 然後 那警察 立刻 叫了四個人 過來 想抬我朋友 出去 我們 不斷 抬著我朋友 後來 就沒有抬出去 當時 就不知道 抬出去 會不會抓 但是 當然不讓他抬出去 咦 即是 有些警察 跟我們這些 社會運動的 中學同學 都 有些身體的磨擦 我們 第三節回來 再問一問那件詳細的事 或者問問 這兩位同學 即是對於警權 警察 我們是怎樣看